元月份是礼花盛开的季节 民众到丰元的龚老平休憩游玩时 都可以欣赏到雪白的礼花在园中灿烂的绽放 龚老平社区发展协会就表示 园区种植了100棵的礼树 目前花矿大约是盛开七八成左右 园末一月中会全面来盛开 但由于这礼花花期短 加上气候变化不定 也提醒游客在赏花的时候不要攀折树枝 避免影响结果 也能够让美丽的景致 可以给更多人欣赏到 一串串上棉花团的雪白花朵 攀附在树枝上灿烂的绽放 丰元的龚老平种植了近100棵的礼树 在春节之前都能看到美丽礼花绽放 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赏 看起来白色的很漂亮很有朝气 新的一年看到这个会很高兴 有一种很新鲜新的气象的感觉 美丽的礼花有如雪景 圆主虽然无私开放让游客入内拍照 不过由于地点不好找 想欣赏到礼花秘境可不容易 圆主也表示礼花开花期短 加上娇嫩脆弱 一间碰撞就容易掉落 影响礼子结果 请前来赏花的民众小心观赏 唐富后车站的斜对面这边 有一片礼花开得很白白的 很漂亮很漂亮 我每年进来来观赏的点都很多 这边尤其这边的道路很窄 停车问题不要给它挡到道路 有的有雕啦 雕来那里乡啦 有的 这一种比较黑白的 我们这些算作家的 你都会这样雕 这样插的 算是想过来就比较少了 随风摇曳的礼花 吸引蜜蜂前来采蜜 目前礼花开花的状况约七八成 放眼望过去雪白一片 美不胜收 圆主也表示 是礼花月末在一月中旬会达到开花的巅峰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来赏花 记者朋友们在台中采访报导